印度田连主席发声 她指责中国选手吴彦妮干扰印度选手 要求取消她的参赛资格 在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篮决赛中 吴彦妮因为抢跑被取消了成绩 然而 她表示自己受到了旁边对手的影响 印度田连主席Adil Sumerawala在接受采访时称 那个中国女孩开局抢跑了 所以GOT印度选手和其他人也跟着跑了起来 抢跑机 显示GOT也抢跑了 但她被中国选手干扰了 规则是 明确是 只有第一个抢跑者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裁判们 本该取消中国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但他们却想取消GOT的参赛资格 我们的 抗议得到了支持 GOT的奖牌被升级为银牌 印度队 吴彦妮抢跑事件非常不满 花100美元申诉激起了网友热议 印度田鞋 副主席前跳远名将波比乔治表示 规则明确规定 起跑失误 谁先离开场地 谁就被取消资格 亚拉吉的手还在地上 而中国运动员已经领先一步半了 印度田鞋 在比赛重新开始前 就提出抗议 并支付了100美元申诉费 乔治还对 裁判团队提出了质疑 表示无法理解 裁判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做出判罚 印度田鞋 主席阿迪勒苏马里瓦拉表示 印度田鞋将此事提升到最高级别 并表示不想再遇到这种情况 他强调 我们需要确保此类事情不再重演 规则很明确 我们必须遵守规则 女子100米篮 比赛出现强跑 裁判官员们联系了中国选手乌彦妮 和印度选手乔蒂亚拉吉 但亚拉吉坚称 没有过早出发 乌彦妮则抱怨她的对手先动了 两人激烈的讨论持续了10分钟左右 其他运动员试图保持冷静 来自中国的林雨薇 甚至坐下来摘掉了她的鞋钉 最终在一场近乎闹剧的延误中 运动员们被邀请观看回放 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彦妮的强跑 最终一名官员提出了妥协 吴彦妮和亚拉吉重新上当 林雨薇迅速重新穿上鞋钉 最终林雨薇成功夺冠 而在官方成绩中 吴彦妮被标记为被取消